这种好品牌成长的这些商家 它组成了我们淘宝商城的商家 从某些意义上来说 它和我们淘宝网的另外一个商家 有一些区别就是 它已经有了一定的资金实力 同时它也有一些自主研发力 在这些卖家其实还有很多 他们是从线下 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子商务 从来没有接触过互联网 他们说到我们线上来 说现在淘宝这么热 卖这么多东西 那我也想做电子商务 但我先红展示的一个数据 9.6个亿一天 那个是我们商场的一个数据 一天卖了9.6个亿 很多商家看到这个都非常兴奋 我也要做电子商务 但是这些商家实际上 就是我的图上的一个大部分 他们是新商家 他们有理想有提醒 有的还有很多很多的资金 但是电子商务可能摸不到 我们做过一些调查 大部分40%左右的这种新商家 还是有一些电子商务经验 一些包括我知道怎么上网 我买的东西 他们也认为是一些电子商务经验 如果非常熟悉电子商务的 我们调查的结果 差不多只占10%左右 实际上有90%的买量 他实际上摸不到门 他不知道应该在我们淘宝这个平台上 怎么成长 怎么能够把自己的这个sales 怎么能够提升 所以比较困难的就是说 这些新买家 他们怎么能够成长为我们的中级买家 有一定基础了 非常熟悉了 运作比较好了 他们这些人又怎么能成长为我们的大买家 能够成为我们淘宝上面的一些品牌 我们现在淘宝差不多有100多个淘品牌 大家如果看我们商场的话 中边有个频道叫淘品牌 这些都是在我们淘宝这个平台上面成长起来的大买家 那么我们怎么帮助这些新买家成长为这个大买家 其实我这个图画的微微脸夸张 其实没有这么规矫 我们新买家到中买家的过程 有很多很多人可能就是死亡掉了 我们马总马云说过一句话 今天很残酷 明天更残酷 但后天很美好 所以很多人死在了明天晚上 我们现在要做的 外家成长是什么 我们有一个新买家的一个培训 我们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熬过 明天晚上 能够看到后天的太阳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主要是培养的是有两种方式 我会跟大家做中谈两种方式 一种呢 就是说这些新买家刚刚进入我们商城 我们淘宝商城进入以后 不是说谁都可以留下的 就是为什么有很大的死亡 就是不是谁都可以留下的 我们有一个三个月的市民 你需要知道这个电子商务怎么玩 怎么能够玩得好 能够活下来的 通过市民的才会留下 成为我们合格的商家 所以大家以后买东西在商场上买 还是比较放心的应该是 因为我们还经过了一些拽选的 第二部分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些 卖家怎么做自我检测 我先讲一部分 我们的这个市民期间 怎么利用一些课程 所以卖家进入培养 那我刚才给大家看了 一个角树苗 怎么成两维右苗 怎么成两维可以立得住这棵树 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是来自用户研究团队的 我的私立学背景 我能给这个 成长带来什么 我们的团队是要在做什么 其实我们就是要 告诉那些培训的人 他们去执照卖家 去浇多少水 吃多少水 这个大约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流程 我们用户研究团队会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首先呢会接触很多的卖家 这些卖家有的已经进入了 我们刚刚开始的三个月使用期 有的呢已经顺利的通过了使用期 我们在接触过程当中 我们去跟他们了解说 你刚刚接触电子商务 你有什么困扰 你不知道自己应该从哪里下手 或者是你在整个精英过程当中 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外交跟我们谈说 我这个经销从我这个软件管理个好 有没有什么好的人可以给我们推荐 那我怎么能够引来我的流量 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帮助我们引来流量 作为一个卖家 我想让我某一件衣服大家都喜欢穿 那比如说几个线线品牌 比如说康梅 因为他的那个范图鞋也是很有名的 那我到线上来 我也希望我的品牌 我的店铺有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 那种人体商品 我应该怎么做 那这些呢 我们通过了交点小组 包括一些问账调查 去了解卖家这些困扰 然后我们把它反馈给我们上层的培训团队 培训团队呢 根据我们这些反馈呢 他给这些去运营卖家制定了一个 每一个月都制定了不一样的 去运营目标 比如说第一个月 你要熟悉在 考古网上面 在中国的电子商务环境下面 你需要怎么玩 有什么样的规则 你需要遵守 你需要知道 你怎么把你的东西 上传在网上 怎么能够把它排列的好看 起码你在我的这个页面上面 你的店铺里面 有那么几样东西 大家可以浏览 如果你这个都没有做到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玩第二个月了 那第二个月 我们反馈就发现说 我这个东西已经上传上去了 没有人看 所以我们反馈呢 培训团队跟进我们这些反馈 他们会说 你既然已经知道怎么传了 那么第二个月 我们会教你怎么去 把流量移到你的店铺里面 怎么去做一些营销 推广 而第三个月发现 我的东西 那个物美价里 卖得不错 有不少回头客来了 这个时候就涉及到 会员关系管理 包括怎么做会员关系管理 怎么建立一个库 包括怎么做整体的一个营销 怎么做VI 在第三个月 我们都会做一些简要的介绍 那我们因为最开始在收集问题的时候呢 既收集了那些在训营期间的买家 也收集了一些 关于训营过号的买家 那我们就希望说 做完这个是不是能够满足这种大部分买家 实际上我们在收集卖家 决机反馈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是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 大家觉得说我们的课程提供的怎么样 第二个就是说希望了解 大家觉得我们这个收集形式怎么样 在这个反馈呢 实际上天空上也提到 我们会有那种满意住的反馈 这个我们是专门给培训团队做的一个月顾 满意住反馈 可以把每个阶段 及时反映给我们的培训团队 然后培训团队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些意见 建议 从外加速站收集来的意见和建议 做一些有针对性的 下一期可能的改进 最后呢 我们会把三个月的效果进行一个评价 评估一下 它这个课程的效果具体是什么样的 我这里可以给大家透露 一个素质就是 我们在去年开始这个训练培训 在以前没有培训的时候 通过我们淘宝上行训练的商家 大部分只有50% 那么有了我们这个培训以后 很多商家现在基本上 入住淘宝上行的商家都会接受这个培训 现在培训经过这个培训以后 它的训练充通过率已经达到了80% 有的比较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在这班 可能达到90%以上 所以我们整个培训的成效还是非常显酷的 那我刚才讲了头三个月训练 训练结束以后呢 商家就开始自己做这种正常 基本上已经上了轨道 他就会做一些自己正常的经营 但是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包括树木成长也是 这条这个树是不是走在了成才的道路上呀 他是不是说 诶 正他分推一打就完了 那肯定不可能 还原理工人还需要定期的这个休息检验嘛 我们在这个外加强调调 也是会需要 就告诉他这个东西可能会需要改正 或者是你怎么改进你的服务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我们推动的不再是说 我们以我们淘宝为主导 刚才那个课程实际上我们做了很多主导 做了很多培训 那这个方式呢也不太一样 就是不再以我们为主导 而以卖家的自我检测为主导 他的这个自我检测 实际上就类似于我们这句话 就是师父领性能修行带个人 你能不能够修行得好 实际上是需要你自己的一个提高 在这个自我检测过程当中 我们本身的出发点是什么样呢 就是我相信大家去过 有一些那种树林比较密集的 那在这种密集的树林里面 可能发现树都长得很高 为什么呢 因为这只树它可能是通过一种良性的竞争 它们需要更多的阳光 我们需要传递的一个信息呢 就是说在这个卖家营迹的淘宝上面 我们希望卖家能够得到一个比较良性的竞争 能够呢为我们的用户提供买家 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应援主要做了一件事情 也还是去收集卖家这些反馈 这个收集反馈和刚才那个图片一样 就是因为现役期间 它的问题很多 它在理论说我不知道怎么做这个 我不知道怎么做那个 你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告诉我说 我应该怎么装修我的店铺 应该怎么上宝贝 在这里收集这个卖家的反馈 实际上我们是去问一下卖家 你在经营过程当中 你觉得你现在经营的情境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样的情境 我们发现很多卖家很困惑 就是说我不知道我到底在我的这个行业里面 是怎么样一个水平 我是不是最后你 我是不是已经到中间了 或者是我是不是说还不错 我其实已经跑到了很多人的前面 但因为他没有前面一个参照路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比较迷茫 我们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做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说 刚才调部有迷茫 发现说哪些部分你最迷茫 我们做了很多的调研 包括使用的焦点条组和问卷 那么我们把这些迷茫的点反馈给我们的 还是我们的培训团队 我们培训团队呢 根据这种商家品观众的点 他做了一个定期的报告 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卖家成长的一个报告 其实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页面产品 这个产品呢叫做卖家成长助手 大家看到这个不是一个正式结果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测试 但是这些报告的这个因素都是真实的 只不过这个是关于你装 其他可能是关于电子产品 或是关于利用品等等等等 他会知道说我自己的店铺 在这个我对报告期间 我的成交额是多少 我的服务指数 我们淘宝有一个服务指数 是由我们买家进行评分的 就是说你服务到底多少是好还是不好 那么一百分是满分 那如果评到50分那就是比较中等的 就是其实上不是特别好的服务 那还有一些东西会告诉他说 我这个主营的内幕是不是说有很多人在上新的产品 比如说像换季的时候服装内就会有大量的新商品相限 那在这个时候我作为一个卖家 我是不是需要调整我的这个新商品的特律 是不是应该上更多的新商品 还包括说客单价 每一个来的用户 他可能会有多少成交等等等等 后面我就不详细跟大家讲了 那除了这种比较中和性的行业性的比较以外 我们还会有这种性质类的 就是他会有等级比较对象 这个卖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行业特点 包括自己想比较的那个一个行业类别 他自己可以设定 我希望可以进行比较 那么有了这个目标感以后 其实心里觉得同学都知道 有了这个目标感以后 肯定是更容易往前冲的 在这个每个报告都可以查看详细报告 我给大家具体展示了 那我们刚才讲了 卖家 我刚才讲了很多是我们淘宝上面怎么卖东西 其实在我们淘宝上面卖东西 很重要就是说 我货好 我的服务也好 我都准备好了 我就是等人来敲门买我的东西 那买家呢 这里拿着钞票 想 哎呀我上了淘宝 那我需要看看东西 哎这两手机其实还不错 我想买这家东西 但是 比如说我们台北的同学 我不知道有没有碰到我这种情况 你这个月费显示五块钱人民币 但是你运到台北也是这个价钱吗 然后你这个月费显示说 哎你卖家可以替我付这个月费 我们淘宝这个名词特有名字叫包邮 可以包邮 那你运到台北来也能给我包邮吗 这个时候什么 我需要问一问买家是吧 这个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买家和卖家进行一个沟通 在这个沟通中呢 产生了一个淘宝特色的东西 这个叫阿里旺旺 就是帮助卖家和买家进行信息沟通 阿里旺旺是2004年开始做的这个产品 那这个产品的重要性 其实它是形成一种纽带 其实一种是胶柔的纽带 第二种呢就是会建立这种信任关系 因为在2004年的时候 很多人还不是很相信网购 就是说你说 你先天上说的天花乱坠 但是我不知道你的东西是不是好 我们需要亲自去问一下你 亲自去了解一下 那么现在阿里旺旺是 就是我们做过一个调查 就是99%的淘宝用户说 我都用过阿里旺旺 和这个卖家进行交流 在买东西之前 70%到75%的用户 他们说 我在每一次购物之前 都必须用阿里旺旺 和卖家进行交流 可见 这个小小的这个头像 它的作用是多么的巨大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我希望给大家展示的就是说 我们在了解这个功能 这么重要的一个阿里旺旺 在这个公共环境这么重要 但是我们希望了解的是 我们旺旺 阿里旺旺是哪里做的不好 对不起 不能叫旺旺 因为我们才有旺旺集团 所以我们必须要叫阿里旺旺 实际上我们阿里旺旺 西兰之标识是让买家和卖家沟通的更顺畅 这就涉及到一个就是 我们了解用户到底是不是满意的问题 阿里旺旺做的哪里好 哪里不好 我们到底要怎么改变才能够让这个沟通更顺畅 考虑满意度我想大家肯定都会想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对我的这个服务是不是满意 去很多店铺去很多那种饭店啊 它会让你舔那种满意单 你对我的服务是不是满意 但是我们当时在考虑阿里旺旺满意度的时候讲 说一个问题 问你是不是满意 有什么作用 关键是对我们产品感性有什么作用 我满意不满意 我80%的人满意 60%的人满意 这种数值的差异 对我们这个产品族有什么样的作用 好像看不太出来 所以后来我们认为说 一个总体满意度 并不能够明确的表示说 到底阿里旺旺是满意不满意 所以我们把它进行了一个真相处理 就是说把阿里旺旺的满意度问占中 除了一个总体满意度 我们还问了很多分项的问题 比如说你这一个 它等于是一个IM工具 有点像MSGEN 有点像我们的亚火通 但是它更多的用户使用的是 在网上交易的时候会使用 这个IM工具很重要的就是说 首先我要登录到你这个上面 不用等特别长时间 等三分钟登录 自动的退出 这些就是我们一些最最最最基本的东西 我们希望了解说用户它的满意程度是多少 然后我们还希望了解说 你用起来你喜不喜欢我们的界面 最主要的 因为阿里旺旺是一个交流工具 所以你在使用聊天的功能的时候 是不是好用 那么我们把它分成了两个大方面 来进行考察 我们在考察过程当中呢 我们把用户其实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划分 因为这个结果实际上是我们用来指导我们的产品改进和产品设计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说 你到底什么样的人是对我们阿里旺旺满意 什么样的人对我们阿里旺旺不满意 所以我们首先分了一道题 就是你在使用阿里旺旺过程当中 你的总体满意就是怎么样 打自分 自分是最高分 低分是最低分 我们中间就做了一个划分 就是你如果给我们三分次的 我认为你是对这个满意的 如果你给我们一分两分 我认为是不满意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只是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满意的用户和不满意的用户 对我们帮忙的一个使用情况 那其实刚开始我们说这个教育结果的时候 有点突出意料 类似左边的这个Bar 代表是满意的用户 右边这个Bar 代表是不满意的用户 从我们这个基本的这些信息 包括成功登陆啊 长卖时间啊 包括我们用起来 电脑会不会变卖啊 包括会不会有这种 stopware crash 这种无故推出啊 但是哎 这个满意的用户和不满意的用户 差点好像不是很大 觉得说哎 好像我们这几个方面做的都不错 让我们觉得 哎 这个好像我们现在还可以 基本上 你看最高的到3.7都快到满意了 最低的也是3.0 起码它也是个满意 然后我们再看看后面另外一个 关于更多的是我们的设计 有界面方面 我们在界面方面稍微做的差一点 但是也不是特别的差 其实满意的用户给了3.27 不满意的用户给了2.8吧 也是很接近三分 界面也是很接近三分 哎那我们就有点奇怪了 是不是我们真的是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地好了 我们是不是说哎 大家用起来都可以了 嗯 我们后来就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 其实跟这个问题类似 我们考试考一百分的学生 是不是好学生 嗯 大家觉得呢 考试考一百分的学生是好学生吗 没有什么感觉啊 嗯 我是 我在 呃 出国大陆 八十年代出生 我们那个时候哈 评价一个好学生 会有一个地理证书 叫三好学生证书 大家听那种吗 三好学生 好像没有啊 哈哈 那个三好学生是什么呢 三好学生的复光要学习好 还有什么 还有 会劳动 是不是 还有什么 品责也要好 都好才能成为我们的三好学生 所以我们在看 我们的阿里王王满一处 反正在看我们阿里王王满一处的时候 有人说 诶 那我们可能成功的登陆 然后电脑速度也没有变慢 也能用 界面聊天的功能 诶都ok 这种基本应用 都ok的时候 是不是 就是相当于我们三好学生的学习好 是基本的 但是 我们后来发现说 那我们这种 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 因为它是一个交易软件 所以在交易过程当中 我可能会 我 我还没买过 也有可能有其他的用户买了一些东西 不需要被别人知道 那个邮包最好 不要当着别人打开的那种 那 这个时候 他可能会很关注于自己的信息交易安全 比如有的用户 他会涉及到自己的这种 收发货地址 他也可能会告诉卖家 我这个怎么样 可以放货等等等等 这些地址 他不需要别人知道 他没有信息安全 就是在基础的这种经营之上的东西 我们也需要进行考虑 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 帮忙它本身是一个聊天工具 我们淘宝网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卖家 他需要做营销 那么有可能就是说 他经常会给这种 他以前购买过的 或者是跟他类似的店铺购买过的人 把一些营销件事 这种营销件事 如果你喜欢看 那当然没有问题 因为你不喜欢看 那可能它是一种垃圾的信息 那对于那些垃圾的信息 是不是说会影响 我们用户使用2012的买入图 所以在后续的这个买入图交叉中 我们又加入了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平常会受到这个垃圾的信息 你不太介绍的信息 不太介绍的信息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你觉得我们的安全保护所的做不做 那现在把这个所有的选项放在上面 也是这样的一个话 但是左边是这种满意的 右边是这种一般不十分满意的 我们发现 哇 实际上我们这块短板 在这里 就是垃圾广告 那用户评判垃圾广告 并不是说 你发这些罐吗 什么固码 他们会认为说 我不需要的这个图交信 你发给我 我认为这就是垃圾信息 那今天这保护 其实我们做的还可以 不是非常好 但是就是 这块还是有提升空间的 后来我们后期也做了一些改进 那实际上 在这个调研的结果 迫切的告诉我们是什么呢 就是像这种消息控制 我们怎么能够做更好的 进入垃圾信息的关于 是我们一代解决的问题 那么产品经理 当他拿到这个报告以后 他实际上他看到了这张图 放得很大 觉得这个一定要打 而且马上要动 看到这个信息以后 我现在给大家呈现的一个数据 是我们去年90月份的一个数据 在这个数据以后 我们这一项的评分有了减度的提高 现在这一项 基本上达不到4成 但是也比这个提高了很多 同时呢 在这个信息安全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做了一些控制 就是加入了一些提示语 比如说不要把你的银行账号 直接告诉给别人 不要只愿下载这种 卖家给你发过来的这种包裹 如果我们还会有一个特殊的提示 如果这个连接 不是我们淘宝的连接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特殊的提示 告诉你说 这个有可能有问题 您是不是要打开等等 现在这个分数也是去年90月份的分数 现在这个分数也已经提到了 这个提到了差不多 我想想 10% 10%左右 那实际上 刚才我跟大家提到了 大家可能也看到了 我们的界面 包括一些设计 用户可能也不是为满意 通过我们这个调查呢 我们的产品经理也非常的明确 就是说 我们要对界面形成的改进 左边大家看到的这个是 我们2010版的阿里汪汪 右边看到的是2011版的阿里汪汪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 整个的这个对话框变大了 包括下面的一些很多的细节设计 都进行了非常明确的改变 我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 就是我们 我们满意度每个月都会有一个平分 那么去年我们刚开始 做阿里汪汪这个满意度的时候 平分大概是72分 现在经过了很多很多的改进 现在我们的平分已经达到了差不多80分 最后给大家展示这个就是 大家看到我的这个花名 雪姿 如果要是想跟我联系的话 可以下载一下阿里汪汪 然后就直接加我的花名雪姿就可以了 我就先讲到这里 我就先讲到这里 真是非常精彩 我不晓得我们现场的